這段比較辛苦,但過了 大家只要撐過了這段 抖抖的斗上 你看,這麼抖 加油,小心 撐過這抖抖的斗上就到囉 我2023的第一個百願 好啦,請人要出門囉 今天我們要去爬山 然後今天我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就是 北大五 最南的百願 其實今天這個爬山 我在爬山的這麼多過程 今天這個是我最不怎麼想爬的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呢,我們剛從日本回來 不到一個禮拜 然後就有人又要我開車 開五個小時 開到屏東 然後去爬山 我個人覺得 不是啊,有一個人在家裡放了一個百願的地圖 我們每爬完一個地方 就把那個三角形塗滿 北大五你遲早得去的啊 很多人都單攻北大五耶 可是我就覺得說可以單攻 表示這路程應該是可以附和 可是小賴卻跟我們說 她覺得三天兩夜比較丑 所以我心中一直存著問號 因為其實一開始在做北大五的功課的時候 我一直認為北大五可以單攻 走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北大五到底適不適合單攻 還是應該要三天兩夜比較丑 出發 早安 現在時間呢已經是九點半 然後我們跟小賴約十點的時候呢 我們要在全山口碰面 好久沒爬山了 這是我們2023年的第一爬 今天預計要走五個半小時到六個小時 那我們今天爬的是北大舞 然後北大舞它是台灣族的聖山 對然後每一座每個部組都有一個聖山 然後它的排完組的聖山 它的名字叫做卡布農安 那我想知道向導今天預計 以我們這一團的實力 你覺得我們多久可以到 吃碗沾沾沾到 我真的覺得向導看我們不齊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講的應該只有小櫃吧 欸 我們 不要忘忘了 小櫃的拿來 不要忘忘吧 我們從那個聖山口一開始的路徑呢 都是這樣子的石頭路 然後一路上坡 大概上升了50公尺之後 就會出現了像這樣子的產業道路 所以就一開始有50公尺比較陡 再來就是產業道路囉 你看大家現在很輕鬆 這裡是北大五 然後呢 我們呢 剛剛從這個新登山口 一直到舊登山口 然後呢 公里數呢 會從舊登山口開始再算 一直到2.5k這邊水龍頭會做一次休息 接下來再走1.3k到3.8k 喜多利段也來這邊 是大家來這邊看會非常漂亮的 接下來四點二就到了快谷山莊 所以這個四點二 再加上我們剛走的兩公里 第一天就是走了六點二公里 然後明天開始 再從快谷山莊一直在走 走走走 走到北大五九 九減掉四點二 所以大概就是五公里 大概回十公里 OK 這就是我們這次要走的路徑 從二點五水龍頭好之後 要到快谷就有點陡了 最陡其實是從快谷山莊開始 一路上升從一 從兩千的地方 一路要爬升 我們明天要爬升一千 到北大五三角點 所以這個是比較累的 有覺得我的午餐格外的浪漫嗎 你吃的是 我吃的是太寶貴 但浪漫的不是太寶貴 浪漫也是在這漁物繚繞中 有一種朦朧美 哇 那為什麼中午吃太寶貴呢 因為我嫌它重 接著我們現在吃完飯 就準備要出發了 大家都背包上肩 然後前方就是那個 要給證件登記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再度出發 你來了你覺得 從舊登山口到水龍頭這2.5K 你覺得好走嗎 我覺得好像去我家後山一樣 哎唷 這麼輕鬆 真的 真的 如果你是第一座百月來北大五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累 但如果你平常有在爬山的話 你會覺得這路徑還好 到目前為止2.5K 第一天真的還好 2.5K 目前為止都還OK 我覺得大魔王應該是每一天吧 後面剩下 剩下應該差不多剩下1點多了 1點多我們就到今天的快埔山莊 就看看待會好不好走囉 你看大家在跟水龍頭拍照 有沒有看到 水龍頭居然變成一個景點耶 因為在山上看到水龍頭 是一件多開心的事情 居然有人要跟水龍頭拍照 今天是什麼小菜 對啊 到這邊我已經確定我自己 不可能單攻了 像一隻飛躍的水龍 一般的上來了 水龍你看到後面的風耶 看一下 哇 真的耶 我們站在雲海之上咧 好漂亮喔 哇 真的好棒 這好陡 這好美喔 我們在雲海上面了耶 好值得喔 美得不得了 太開心了 好累喔 大家都上來了 我們今天剛剛在路程中 其實有一點安靜 最主要我覺得是因為 這個走上來喜多利的這一段路啊 其實它真的沒什麼景 所以之前我們都想說 大家那個路徑怎麼都拍那麼少 原來是因為路徑 真的從頭到尾長得都一樣 所以其實兩個畫面都帶過整條路線 然後接下來就是到了喜多利段來 真的超美耶 但現在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霧 我覺得再晚一點點這個烏鴉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更多藍田應該會漂亮 可是你看這個方向 整個在雲海上面 真的 真的很漂亮 一上來就振奮了 剛剛的勞累已經就是完全忘記了 會有平凡的手牽手 就這樣相愛著 好漂亮喔 一 二 就要這樣耶 要綁在耳朵上 要綁在耳朵上啊 你綁的喔 你那麼黑秀黑秀的 是能黑幾個吧 我可以黑秀 一個小時 喔喔喔喔喔 黑秀黑秀的喔 體力很好 我們現在已經穿上了排灣族的族服了 是的 穿起來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像個勇士一樣 沒錯 我就覺得自己想像公主上身 而且妳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公主 因為以前排灣族在這個地方 他們是做貿易的 所以他們的族服上面 有非常多國家的股錢幣 例如說 有日本國的 然後有中東的 對 哇好厲害喔 你看我男生才是有錢 沒有沒有扣 對不對 你只有這幾個我還找不到耶 但是想說 你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 還想出貨 男生才有錢 你看一下 全部都是股錢喔 明治時代 對啊 明 明治時代 對耶 哇 你這都股錢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裡也全部 你看你以為這扭扣對不對 這全部通通都是股錢耶 而且這個服裝啊 也是排灣族 就是他們如果要去參加別人的婚禮的時候 是可以穿的隆重的衣服 欸 這衣服真的很隆重 因為我看到上一個人穿的是誰 你知道嗎 誰 Michael Jackson 然後我們現在要拍一些漂亮的照片給大家看 對 好不好 穿上這衣服在這邊拍照 真的好有福喔 超有福 在排灣族的聖山 穿上排灣族的族服 真不愧是我們2023的第一個百願 結果 許多的斷崖過來走一下下 就會到一個山差點 一邊呢是往快谷山莊 一邊是往5K的三角點 好,所以大家就往快谷山庄 快谷山庄走 0.2就到了 中文绷牌 穿 到了到了 快谷山庄 好,这边有一个休憩池 可以放东西 下次有鱼屋 要不然我觉得这边应该很漂亮 这边也可以稍微 有瓦斯物放在这边准备可以煮饭 食物都要这样绑着 因为会有 什么雕 放回来偷我们的食物 哇,有热的可以喝 准备要吃饭了,好香喔 现在呢是早上五点钟 我们现在出发 然后呢,大家都在这里早安 早安 然后这里有警告我们 走的话呢是四到五小时 但有可能要看个人实力 我们走咯 目标三点半 目标三点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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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快谷山庄离开之后 就是一直抖上 一直一直的抖上 你今天状况如何呢 你今天状况如何呢 还不错 看起来蛮好的哦 加油 不是化妆吗 其实不满你说 里面有化妆是最美的 里面有化妆是最美的 耶 我们现在走了多久 我们现在走了 40分钟 40分钟 然后我们在这个神木的下面 对啊,我觉得每次在树林当中 然后走到很累很累 然后只要看到神木 巨木 我就立刻好像补充能量 对啊,真的好大 就振奋 开心 很冷的 超美 太久没有动 不是太久了 真的 好大好大好大 好大好 北大五啊 在2022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 山难 最多的一颗山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的 路径说实在的 都窄窄的 然后呢 从 快谷山庄上来之后呢 都是小地形 然后都是石头 所以大跨距 那因为 我们还好 这次来的时候呢 已经很久没下雨 所以没有那么湿滑 但其实北大五出的名 就是 地很湿滑 然后又很多树根 一滑一跌倒了之后 就很容易滑下去 你看都是这样子 然后都小小的 要超车都很困难 所以 在走的时候 大家来还是要非常小心 我们下期待 下期再见 6 3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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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供頂前的最後一小段 可是這段是很陡的陡上 最後的這一段 可是我還蠻喜歡這位鏡喔 這很有趣 很有趣 再大腿肌力夠著走 後面這段上林線了以後 大概差不多8K左右 開始在林線上面走的時候 就覺得很美了 對我們剛吃東西那是叫什麼池 大午池 過了大午池之後我覺得都好美 對 這段比較辛苦 但過了 大家只要撐過了這段抖抖的斗上 你看這麼抖 加油小心 撐過這抖抖的斗上就到了喔 好了最後一小段了 上去就到了 喔 我要攻頂了 爬上來爬上來 耶 我攻頂了 我2023的第一個百願 北大午 哇 這雲海太漂亮了 好漂亮喔 真的喔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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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上面來 難怪是最美雲海的北大午 真的 雲海的故鄉 北大午3092 2023第一顆 然後是我個人 13顆 三顆 耶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午餐了 現在呢 準備要回去快谷山莊 然後再經過呢 這一趟 爬上來的行程呢 我要再次的確認 我是不可能兩天一夜的行程的 我就是要三天兩夜 因為上來 好累喔 然後我們現在下去 下去看有多的時間 我們要再去洗多利斷崖 看可不可以看到漂亮的風景 其實北大午的下坡 也很不好走耶 因為它有很多的大石頭 跟樹根 所以其實 膝蓋承受力量都很大 現在時間是四點四十六分 我們一點從北大午香蕉點 開始往下走 我們走到快谷山莊花了三個小時四十六分 所以我本來孤四個半小時太低孤了 對 其實我們三個多小時都搬到了 三個小時四十六分 我們今天一共爬行的時間是 十小時四十二分十九秒 OK好 但我們要解答就是 到底北大午三 你覺得適合單宮呢 兩天一夜呢 還是三天兩夜呢 我在上面我就已經說了 我覺得單宮是昨天來 我就覺得單宮我不可能 那我本來想說兩天一夜 我可能上去我算一算我的速度 搞不好我衝下山還可以 可是今天我光爬上去我就知道我不行 因為它很陡 所以你的結論是 然後石頭很多 所以兩天一夜不可能 沒錯 所以情人最推的就是三天兩夜 然後我要重生喔 我覺得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都說什麼 北大午是新手百月 不是 絕對不是 第一個就是你們如果沒有穿到好一點的鞋子 非常容易拐機 建議穿高筒 就是有保護腳踝 因為它沿途平路極少 百分之大概90以上都是石頭跟樹根 所以它其實都是沒有平的 對 其實我今天也拐了好幾次 但我的鞋救了我 所以我的腳環還不是現在還好 我覺得其實爬山是一個 不會啦 就是爬山就是它是 你在爬的時候會很辛苦 可是爬完了以後 你會去享受那個成就感 你很快就會說 下一次什麼時候 而且腦海中 那個美麗的雲海 會一直在腦海中浮現 你就會 它又想要上哪個山頭了這樣子 對但北大午山我個人推薦來 它真的是雲海的故鄉 就是從快谷山莊之後往上走 就是過了喜多利斷崖之後 其實你很容易在爬行的過程當中 會看到雲海 但是它其實整條路線的景 並沒有非常的多 大部分都在樹林裡面一直走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不錯的景的話 你就可以停下來休息 好好的感受一下 對而且還有我們最推三天兩夜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昨天晚上去看了 滿天的星星真的好美 但是我們真的拍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時間是比較chill的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享受 好好享受北大午的每個美麗的部分 所以情人強力推薦 如果要來北大午的話 新手一定要先去訓練一下再來 然後 然後 對最適合的天數 我個人推薦的是三天兩夜 沒錯 好了我沒有去吃飯 拜拜 吃人一下 吃個餅 吃完事 吃 dell誤 吃吧 吃 abundant